女孩住进一间火公寓不仅主动做饭还报送餐服务 只是住一晚会老十几岁 本期里哥带来电影《雷斯店》 夜间位于维也纳的公寓内 一名老太太用一堆雷斯店做成一根绳子 打算用这条绳子逃出公寓 临走前她还朝屋里说终止 已是不满 结果老太太一不小心踩空差点坠楼身亡 就在这时绳子似乎充满魔力 不但将老太太强行拉回公寓 还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 不久后抱着租房医院的安娜前来查看公寓环境 虽然物品和环境颇为老旧 租金也太过便宜 安娜有些担忧 但在管理员的说服下 以及仔细的思考过后 安娜决定租下直言公寓 并迅速与管理员签订了合同 租下公寓后 安娜就大张旗鼓准备精心布置和打扫一番 安娜清扫掉公寓内大部分旧物品 扔到楼下垃圾桶 并粉刷了墙壁 打算布置成一间三发少女气息的小屋 出现在公寓 擦掉的灰尘依旧到处都是 踩钢粉刷的墙壁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整片都黑掉了 甚至摆放在桌上的新鲜水果 也快速腐烂掉了 过于疲累的安娜 躺在沙发上站坐休息 没想到一走到镜子前 安娜发现自己脸上长了好多皱纹 还多了好几根白头发 一夜之间 安娜顿时衰老了十几岁 察觉到不对劲的安娜 连忙去与管理员理论 嚷嚷着想要搬出去 可管理员却说 没有新的租客住进去 安娜就不能离开公寓 这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 安娜立马查看合同 发现这一项声明 只能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 随后安娜找到医生 昨天还是25岁的芳华 今天就变成中年妇女了 她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 可就算是医生也无计可施 安娜出于害怕 当晚没有再回到公寓 而是去酒店开房 结果一觉醒来 安娜看见镜中的自己 比起昨天更老了 安娜再一次找到管理员 却被告知公寓害怕孤独 如果住客离得越远 就会衰老得越快 目前摆在安娜面前的选择 就是赶紧找到下一个住客 尽快把公寓转手出去 安娜就偏偏不信邪 她常识用汽油点燃公寓 然而火柴却擦不出火苗 而且安娜还差一点 被一块蕾丝垫烟死 索性管理员及时赶到 否则生命就走到头了 这明摆着就是来自公寓的威胁 管理员对安娜说道 协议必须要遵守 如果不照公寓的意愿来 就只有死路一条 瀕临死亡的边缘 现在安娜只想再见男友一面 管理员立刻给她安排 但当白发苍苍的安娜 站在男友的面前时 男友却已经认不出她 还以为是安娜的外祖母 并且男友有了心欢 这残忍的事实 给安娜的现状雪上加霜 她回到公寓躺尸 结果公寓竟主动给安娜做饭 还将餐点送到她的面前 瞧瞧了安娜本已将餐点倒掉 但她还是走到垃圾桶旁边 捡起地上的食物下咽 日复一日 安娜的身体越来越脆弱 甚至连她的血管 都变成了一条条细绳 这说明死期将至 幸运的是 安娜总算找到了新的租客 碰巧就是男友和她的心欢 两人环顾四周 觉得环境还不错 正打算租下这间公寓 谁知却遭到安娜的阻止 也许安娜是不愿让 曾经亲爱的男友 一步步踏进死亡的深渊吧 随后安娜告诉管理员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别回来 管理员心领神会 临走之前她对安娜说道 很高兴认识你 双眼流露出钦佩之情 最后安娜坐在沙发上 身体渐渐与公寓融为一体 天道有轮回 百因必有果 孤独蕴含的能量 需用一辈子来偿还 失去的世界智力破碎 居心叵测的沉默 造就可怕的罪行 人人高声叫喊 肆意放纵 转眼却被现实击溃 向死而生的灵魂 久久不得光明照耀 永远躲藏于黑暗中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丽哥 愿做灯展 照亮你心